都说女儿是父母的贴身小棉袄 现在只要谁家有女儿了 他们从小都会对女儿特别好 等到女儿长大的时候 父母都希望女儿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然而 女儿和女婿结婚之后 平时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磕磕绊绊也是在所难免 就算是吵一架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遇到女儿和女婿吵架的时候 许多女儿都会哭哭啼啼地回娘家 他们都会和娘家人诉苦 大部分的丈母娘都会偏向着自己的女儿 他们都会指责女婿做得不对 然而今天 我遇到了对门的张阿姨 和她聊天的时候 她告诉我 前两天下大雨那天 她的女儿和女婿吵了一架 女儿哭着回到了娘家 但是 张阿姨可不管那么多 就算是快要下大雨了 她也把女儿赶回了自己的家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听听张阿姨的讲述 我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儿子是老大 当年生下儿子的时候 公公婆婆特别地高兴 等到儿子满月的时候 婆婆就摆了五桌宴席庆祝 她请亲戚们来家里喝喜酒 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婆婆只有老公一个儿子 我又给她生下了一个胖孙子 婆婆摆宴席庆祝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等到两年之后 我又生下了女儿小月 等到女儿满月的时候 婆婆竟然摆了十桌宴席 她请亲戚朋友们和左邻右舍都来吃喜 因为她实在是太高兴了 觉得孙女比孙子还亲 这让我十分地诧异 大部分婆婆都喜欢孙子 可是我的婆婆却觉得 孙女比孙子还重要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婆婆看到我疑惑不解的眼神 就笑咪咪地告诉我 因为我帮她完成了一个心愿 给她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孙女 因为婆婆有三个哥哥 哥哥们从小就对婆婆呵护有加 婆婆其实更想要一个妹妹 等到婆婆结婚之后 她一直想要一个女儿 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婆婆只生下了老公一个儿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 婆婆就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小女孩 邻居家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婆婆只要看到 就会赶紧抱过来 一直舍不得放下 邻居家的女孩子过生日的时候 婆婆还送给人家一条漂亮的小裙子 如今看到自己也有了小孙女 婆婆的脸上乐开了花 所以说女儿从小就在大家的呵护之下长大 因为女儿长得漂亮 所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就有许多亲戚朋友们介绍对象 女儿挑来选去 后来带定了两个小伙子 她自己也不知道该选谁 一个是阿剑 她长得一般 但是 她的家里很有钱 并且还能说会道 平时和女儿出去约会的时候 她出手阔绰 因为没有和阿剑结婚 就算是阿剑送女儿贵重礼物了 我们也提醒过女儿 不要让她收下那些礼物 毕竟现在只是朋友关系 另外一个小伙子就是强子 强子长得高大帅气 但是家庭条件也不好 家里根本就没有钱买新房 通过对着两个小伙子的对比 我们发现 强子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她在齿轮厂上班 强子虽然没有钱 但是 她来我们家的时候 都会抢着去厨房里面做饭 对我们也是毕恭毕敬 然而 阿剑却和强子完全不一样 她也来过家里两次 每次到了家里之后 都会翘着二郎腿 抽着烟 坐在凳子上面 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后来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 决定让女儿嫁给强子 因为女儿从小就是在娇生惯养长大 她如果嫁给阿剑 阿剑的家里很有钱 她结婚前就没有把女儿放在眼里 结婚之后 女儿的生活估计过得也不好 强子的家里虽然没有钱 但是她为人实在 我们家的条件稍微比强子家里好一些 婚姻讲究门当后对 女儿如果嫁给了强子 等到将来他们两个人的生活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能帮他们一把 婚后夫妻二人只要努力地生活 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女儿可能是看中了强子的高大帅气 她也很赞同这门婚事 去年 我和强子的父母商量了结婚的日期 准备去年冬天结婚 在强子结婚的时候 我们没有要强子家一分钱的彩礼 因为强子的父母都是老式人 他们只有强子一个儿子 老两口辛辛苦苦一辈子 他们为了让儿子和媳妇 幸福地生活下去 就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拿了出来 并且还借了一些的钱 在镇子上面买了房子 看到强子家里因为结婚而负债累累 我又怎么好意思给他的家里要彩礼 毕竟我还想着女儿结婚之后 能够和强子幸福美满地生活一辈子 于是在女儿出嫁那天 我给女儿陪嫁了五万元钱 让她结婚之后 把这五万元作为夫妻二人共同财产 以后做生意或者生活困难的时候 都能用得上 强子在旁边听着我说的话 他当时就感动得热泪盈眶 从那天开始 强子就成为了我的女婿 自从女儿和女婿结婚之后 他们两个人夫唱妇随 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因为女儿和女婿住得离我们只有十里地 所以 只要过星期天 强子和女儿都会买一些菜 来我的家里团聚 因为儿子和媳妇都在外地工作 而我和老伴在家里也很无聊 所以 我们都希望女儿和女婿来家里 刚刚过完年一个月的时候 老伴生病了 而我那段时间身体也不好 女婿的父母身体一直很好 所以 在老伴生病的那段时间 强子不分昼夜地陪在老伴的身边 比亲生女儿还孝顺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和老伴都觉得强子是一个好女婿 我们没有看错人 前两个月 女儿怀孕了 因为女儿怀孕之后 什么食物也吃不下去 所以 她的心情也不好 在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 女婿一直上着班 她每天下班之后 还要按照女儿的要求做饭 女儿只要想吃什么了 女婿也从来不说一个累字 她就会下厨房给女儿做 看到女儿 越来越瘦 于是 我就经常打电话 让女儿来家里 我给女儿做饭吃 让女婿也来吃饭 想着给女婿减轻一些负担 那个时候的女儿和女婿十分的恩爱 她们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也会说说笑笑 所以 有时候女婿回家了 女儿想在家里住两天 我也没有拒绝 还想着让女儿在家里多住两天 让强子也来家里吃饭 毕竟他们两个人关系那么好 女儿住在娘家两天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前几天的天气很热 女儿怕热 她和女婿已经连着几天没有来我家里了 有一天中午 我吃过午饭 正在午休 忽然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我和老伴对视了一眼 这么热的天 谁大中午地来我的家里 只有儿子和女儿有家里的钥匙 儿子在外地 他不可能回来 难道是女儿和女婿回来了 但是 现在刚刚吃过午饭 他们两个人平时都是吃饭前来家里啊 于是我急忙从卧室走了出来 就看到女儿低着头推开门走了进来 看到女儿之后 我急忙问她 你怎么现在来了 吃饭了没有 强子今天怎么没有来 平时你们两个人一起来的啊 我今天中午没有吃饭 不要再提那个强子了 我要和她离婚 她从来就不会关心人 中午因为吃饭的事情 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吵了一架 女儿抬起了头 一边哭着一边和我说着 看到女儿满脸泪水 我一下子就惊呆了 因为自从女儿和女婿结婚之后 他们两个人还从来没有吵过假 女儿虽然在娇生惯养下长大 但是她性格温柔 也不是那种不听话的孩子 要不然她当初怎么会听我们的话 嫁给了强子呢 看到女儿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 我急忙让女儿坐下 递给她一张纸巾 让她先擦着眼泪 随后我就急匆匆地问道 你和强子因为什么事情在家里吵架了 他打你了没有 强子知道你来我这里了吗 妈妈强子没有打我 只是她今天中午下班的时候 我在家里睡觉 也没有做饭 强子就炒了两个菜 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 一个是豆角炒肉 但是我平时喜欢喝西红柿鸡蛋汤 而那道豆角炒肉又很咸 于是我就抱怨了几句 随手就把那两道菜倒进了垃圾桶 强子就和我吵了起来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听她说话 直接骑着电动车回来了 女儿一边哭着一边和我说着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长出了一口气 知道女儿和女婿因为一点小事情吵了一架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女儿就哭着回来了 她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 知道她还没有吃饭 我快速地去厨房里面 给女儿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让她先吃着 面对着这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女儿哭得更厉害了 她哭着说道 妈妈 当初我如果嫁给阿健 会不会现在的生活过得更好 她的家里有钱 说不定现在有一个保姆在照顾我呢 今天中午因为这两盘菜 我和强子就吵了一架 我现在已经后悔嫁给他了 这次我住在这里就不走了 明天就和他离婚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强子是真心爱你的人 把你交给强子 我们也放心 如果你去年嫁给了阿健 他的家里那么有钱 从来也没有把咱们一家人 放在眼里 说不定他早就找了别的女人 不等着你提分手 他早就和你分手了 现在因为一点小事情 强子也没有犯大错误 你不能和他分手 自从结婚之后 强子对你的好 我们都看在眼里 找一个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 实在是太难了 你一定要珍惜这段感情 不能轻易和强子提分手 我小心翼翼地和女儿说道 妈妈 你不会弄错了吧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和女婿吵了架 现在你竟然偏向着 女婿 她和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你是不是糊涂了 如果换成别的女儿 和女婿吵架回娘家了 娘家人很快就去女婿的家里 或者给女婿打电话 他们会指责女婿 对女婿各种指指点点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女儿擦着眼泪 她疑惑不解地和我说道 这么热的天 强子上班回来 她每天都要给你做饭 从来也没有抱怨过一句话 你应该体谅她的心情 就像今天中午 强子回到了家里 你这段时间怀孕了 胃口不好 不做饭也行 强子既然做好了饭 你喜欢吃了就多吃一点 不喜欢吃了 可以自己做点别的饭吃 就像这碗西红柿鸡蛋汤 十分钟就做好了 你完全可以去厨房自己做饭 强子肯定想着你 一直吃西红柿鸡蛋汤 她今天中午换换做法 做成西红柿炒鸡蛋 她的良苦用心我们都知道 你怎么能把两盘菜倒了呢 你不吃饭了 可以 强子已经上班了一上午 她很辛苦的 她还没有吃饭 完全可以吃那两道菜啊 我把憋了一肚子的话说了出来 我不管你怎么说 我现在就住在家里不走了 就算是强子来接我 我也不回家了 我刚才来的时候 就看到东边的天空有点黑 估计一会儿就要下大雨了 我才不回家呢 女儿气呼呼地和我说道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看了一眼窗外 外边的天空阴沉沉的 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于是我拉着女儿对她说道 今天你们夫妻二人也没有大矛盾 你趁着还没有下雨 赶紧回家吧 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竟然让我回家 那些天你还一个劲地挽留着 让我在家里多住几天 我没有在家里住 还是和强子回家了 今天我想着多住几天 你竟然赶我回家 女儿不可置信地说道 那些天 你和强子的关系十分地和睦 我才想着让你在娘家多住几天 今天是因为你和强子闹矛盾了 所以我才让你回家 我还是为了你好 因为我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 你一定要理解我啊 现在趁着还没有下大雨 你赶紧回家吧 我大声地对女儿说道 我不想听你说话了 现在我就回家 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 女儿气呼呼地从沙发上面站了起来 直接就走了 看到外边就要下大雨了 我赶紧让老伴骑着电动车 偷偷地在后边跟着女儿 好让她平平安安地回家 随后 我就拨通了强子的电话 告诉她 小月现在已经回家了 让她现在从家里出发 赶紧去路上接小月 什么时候接到小月到家了 赶紧给我打一个电话 妈妈 谢谢你了 我今天下午已经向常理请了假 现在刚刚到超市门口 想着买点礼物去接小月 妈妈 今天中午我也不是故意和小月吵架的 天气太热了 看到她把菜倒进了垃圾桶 所以我有点生气了 强子在电话那头急匆匆地说道 好了 我知道事情的原因了 小月这段时间胃口不好 你能体谅一下她的心情就行 把小月交给你 我们很放心 不多说了 你也不要去买礼物了 直接顺着来我家里的这条路上 去接小月就行 你父亲在后边偷偷地跟着小月 他看到你把小月接走了 他才能放心地回来 我急匆匆地说道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后 老伴急匆匆地回来了 他告诉我 女婿已经在路上接到女儿了 他们两个人已经回家了 因为快要下雨了 老伴只是大老远看到女婿来了 他也不想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 就急匆匆地骑着电动车回来了 十分钟后 女婿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小声地告诉我 让我不要惦记他们两个人 现在已经到家了 这个时候 外边的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 看到这些之后 我的心里如是重负 竟然觉得十分地高兴 昨天上午 女儿和女婿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家里 女婿买了一大袋子菜 因为天气太热了 她不让我去厨房里面做饭 她自己去厨房里面做饭 老伴看到这些之后 她就去厨房里面和女婿一起做饭 我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女儿笑咪咪地来到了我的身边 她笑着说道 妈妈 那天是我的不对 我总算是理解了你的良苦用心 我虽然在浇灌之下长大 但是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学会了包容和理解 那天晚上 我仔细地想了想 主要是这些天 我的胃口不好 我更不该把两盘菜到了 以后我会改变的 你放心吧 听到女儿的这些话之后 我豁然开朗 觉得女儿慢慢地长大了 她再也不是那个娇生惯养的小女孩了 她和女婿以后的路还有很长 这条路以后也很难走 而我们也渐渐地老去 根本不可能陪伴女儿一辈子 我们只能教会女儿如何做人 如何处理突然发生的事情 剩下的只有靠她自己了 如果她和女婿互相扶持 互相体谅 互相理解 那么以后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幸福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黄桑